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制作职业真的是太难了 每天去交一场蹲材料 半天没抢到一个 手术快的要死跟开挂似的 我这老年人根本抢不过 猪麻皮长期受空状态 就连毛线也没有人卖 要是抢到一组就能大撞一笔 可惜根本抢不到只能卖点木头石头 想我一个制作职业还得靠采集壮心 每天获得的贡献度太低了 一天只能买几个毛线 要是能做点银地证物就好了 小强姐姐这个号很久没发视频 好多人以为我不玩了 其实不是的主要是等级不够 大部分都是照网天罚那个号 这号就用来撞金条给大奥花 终于是蹲到缝顿线了 老是强到庄严都生不了 要不然早就六十几砍装束了 现在的长庚被压到一百一个 根本就没法撞到金条 这个号经验溢出了好多 本来我是有个十二庄红薰 可这家伙突然不玩了 刚好又有三千的冷却器 又买不到升级的材料 不然我卖商业倒花了 邮箱里存了好多的经验 都是之前没法令的 大家要记得令要不要没有双倍经验 我就是经验三千才少了三千经验 六十几次后就可以放商业了 不过这个项目商业得升到四级 前面太初心没有去点 全又来点被动技能了 不过这爆率还可以 基本一棵树能有两个 运气好几个四五个也有可能 囊木和红桑木也不错 囊木便宜点一个四十 红桑木稍微贵点有六十多 我这要是再买个采集盾的话 撞金的效率应该还能再快 穿了十分钟就有两组了 一个才两百四有点低 我还以为能挂个三百五呢 不过等几天上线肯定能提高 这囊木也低价上了 这东西爆率高早点卖掉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要继续抗树撞金了 我们下期不见面上拜拜 拜拜